一看到这一座游四片弧形琉璃瓦作为外观的建筑 就知道是东海大学的地标 路思义教堂 而且这可不只是作为一座校园建筑而已 这是亨利路思义捐款所建造的 脑海中没有这个名字 那你听过生活或是时代杂志吗 路思义教堂就是这些平面媒体的创办人 捐资来建设的 为了要纪念慕师父亲亨利温特斯路思义 而命名路思义的 而这一座地标呢 陪伴东海大学走过了数十个年头 每到毕业的时节 就可以看到青青学子们 来到这一座有着东海大学精神的建筑 还叫刘颖哦 带你去世伯救 带你去世伯将